海底小纵队与小飞鱼 很久以前 我的曾祖父来到了章鱼堡如今所在的水域 教授 他也是个海洋探险家吗 是的 没错 巴克队长 他把自己旅途中的奇遇写成了这本书 不过书中有个谜团我一直没能解开 我最喜欢谜团了 那你听好了 瓜姬 这是个美妙的星夜 海面波澜不惊 突然我看到什么东西跳出了水面 如此不可思议 这个东西就是 是什么 这就是谜团 你们看书里的下一页不见了 教授 我们现在就在那片水域 正是你曾祖父看到神奇东西 跳出海面的地方 或许我们能发现它到底是什么 那太棒了 巴克队长 书里还有一张地图 或许可以帮你找到它 给你 要不你拿去吧 你确定吗 他从没离开过我的图书馆 伙计 我们一定会收好他的 我们保证 别担心 张教授 我会把它放进我的防水小背包里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好的 谢灵通 艾迪小松队去发射台 来 兔兔兔 开启张衣宝藏门 收到 队长 我什么都没看见 最好看看张教授的地图 确认一下咱们是不是找对了地方 好的 不过拿地图要小心点 我当然会很小心的 要不你看的时候我帮你拿着吧 我能自己拿着 呱唧 谢灵通 看这个 是小飞鱼 后退 我接住它 那些飞鱼拿走了张教授的书 咱们跟上它们 队长 在那儿 抓紧了 伙计们 我们快追上来 它们现在跑不掉了 我们追上它们可能有点困难 飞鱼想要逃走的时候会跳出水面 看 它们滑翔逃走了 现在我们再也抓不到它们了 还有一只没逃跳 还有一只没逃跳 逃走 完蛋了 我逃不掉了 你没事吧 不 我完了 我是只飞不了的飞鱼 请你不要吃了我 别担心 我们不想吃了你 我的尾棋 我的尾棋刚才撞到岩石上了 现在好疼啊 我们知道有人能治疗你的尾棋 你跟我们一起回章鱼堡怎么样 但是队长 那张教授的书呢 对啊 我们还得再找到那群飞鱼 没错 但首先咱们的新朋友需要帮助 我们要通知章鱼堡 刮鸡 启动章鱼警报 海底小松队去发射台 医生 我们带回了一只小飞鱼 它需要你的帮助 好的 队长 我会帮助任何生病或受伤的生物 你这是出什么问题了 是我的尾棋 你需要绑风带 完好如初 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应该在这里休息一阵 然后才能再次起飞 好的 谢谢 队长 小飞鱼应该很快就能再次起飞了 小飞鱼 这一定就是我曾祖父见到的神奇的东西 我现在就要加进书里去 你告诉他 你说 嗯 教授 我们好像把书给丢了 弄丢了 但是 怎么丢的 一群飞鱼游过来 跳出水面 然后我还没回过神来 他们就把你的书带走了 噢天哪 我明白了 书没了 不过我们会帮你拿回来的 我以海地小宗队的名誉担保 怎么拿呢 那些飞鱼虽然逃走过 但现在我们知道如何追上它们 我们必须像它们那样 跳出水面 飞起来 但是队长 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 兔兔兔 队长 让我来 我去向咱们的新朋友请教 看看如何让虎沙艇飞起来 首先你得跳出水面 也就是说 你得非常快非常快地往上游 这对我来说可不成问题 等等 那只是第一步 跳得高 咦 哈 一定摔得正 我就快要学会了 当你跳出水面后 怎么保持在空中呢 哦 我就这样张开胸旗 然后就能滑翔了 我还用尾旗把自己推离水面 太厉害了 需要能移动的胸旗和尾旗 明白了 好了 我已经加上可灵活调整的胸旗和尾旗了 巴卡队长 现在我们只需要带虎沙艇出去试一试 看他能不能飞起来 我觉得恐怕没时间试驾了 拖拖拖 是啊 我们得把张教授的书拿回来 一秒钟也不能耽误 提上咱们的飞鱼朋友能出发了吗 我去给他体检 试着动动你的尾旗 感觉如何 完全不疼了 队长 他已经可以起飞了 有你的帮忙 我们才能找到你的朋友们把书拿回来 进入战艇 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兔鲁兔 开启张鱼宝藏门 收到 队长 伙伴们 他们在那边 那是张教授的书 好 伙伴们 看看咱们是不是也能飞了 真是不可思议 快看看他们 太神奇了 哇 飞鱼 我看到书了 我拿到了 太棒了 谢谢你 小飞鱼 享受飞行吧 呦呼 队员们 多亏了你们 我终于能给曾祖父的冒险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是的 这是个美妙的星夜 海面波澜不惊 突然 我看到什么东西跳出了水面 如此不可思议 这个东西就是 一群华丽的小飞鱼 海底小纵队与独角精 队长 我们正在进入北极最冷的水域 前方有一大块浮冰 很好 大大兮兮 请匀速前进 收到 队长 照现在的速度 我们天黑前就能到达北极了 在北极一定能见到很多特别的动物 我都等不及了 极地的美妙生活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在雪地里打滚 在冰上滑行 跳入冰冻的海里 真想念那个时候 真想立刻就到冰海里畅游 听着就让人发抖 我要喝一杯浓浓的热巧克力 忘记 只有你行动缓慢的时候才会觉得冷 一直游的话就会保持暖和的 就是这么简单 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从这块浮冰下面钻出去了 之后我们可以让张雨宝着陆 然后 大西西怎么了 队长 张雨宝温度太低 我的电脑冻住了 我 我现在没办法掌舵 队长 我们得让张雨宝继续前进 不然的话 引擎会被冻住 停止工作 绝不能让引擎冻住 否则我们就 有大麻烦了 大西西 马上启动手动驾驶系统 收到 队长 海底小松队 迅速前进 手动掌舵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队长 咱们又回到航线上了 好 那些尖兵看起来真锋利 是 锋利的能直接把张雨宝像黄油一样切开 不过队长会带我们安全通过的 前方出现巨型冰山 这次真冒险呐 呱唧 我的老天爷 冰山雪崩了 快转 快转 快左转 右转 没法转弯了 我们必须把船停住 马上停住 还有十秒 就要撞到兵壁了 停住 你这个不听话的坏家伙 快停下 还有六秒 就撞上了 稳住 稳住 好了 没事了 我们停住了 我知道 但是你踩在我的脚上了 抱歉 真想拿伙计们 现在怎么办 如果不能前进的话 那我们就原路后退吧 队长 小心 被困住了 打西西 启动章鱼警报 海底小葱队去基地总部 队长 我们有麻烦了吗 这个马皮医生 我们现在被困在北冰阳冰冷的水域 周围都是尖兵 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出路 确实有麻烦了 嗯 你们知道吗 这些兵壁有时候很薄 咱们有可能破兵而行 没错队长 让我驾驶虎沙艇出去吧 我能把兵壁撞成碎片 或者我可以往魔鬼鱼艇上 加一个钻筒机 不 我就害怕会变成这样 对啊 变成怎样图的拓合 我们停止移动后 就越来越冷 冰块开始堵塞眼情 使它们停止工作 最后章鱼宝 就会彻底断电 啊 不好 这里兵壁太厚了 如果能找到兵壁薄的地方就好了 那是什么声音 队长 你看那儿 有东西正在穿套兵壁 这是传说中的深海独角兽啊 那可不是独角兽 那是独角精 独角什么 独角精 太神奇了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鲸鱼 它们的头上会长出螺旋状的长角 它们只存活在北极这里 这种长角其实是很长的牙齿 跟象牙一样 另外独角兽只是传说 但独角精却是货真价实的 我知道了 你好 伯瑞斯 巴克 真是太巧了 见到你真好 老朋友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跟伯瑞斯从小就认识了 是啊 这小子从来就很特别 永远是领导 从小就是 不过你们现在在冰块里干什么 我们轮船的引擎被冻住了 老朋友 请帮帮我们离开这里 没问题 我的长崖能探测物体的温度 而且非常的灵敏 我能带你们出去去更暖和更开阔的水域 谢谢你 伯瑞斯 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让章鱼宝移动就行了 队长 章鱼宝眼睛全都冻上了 这样的话我就得换影搜船了 兔兔兔准备启动蓝军艇 好了伙伴们 试试吧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就快成功了 再来一次 宝布 不会吧 又出现了一堵冰墙 让我来吧 朋友们 他在干什么 他用长崖探测这些冰地有多大多厚 太了不起了 跟我想的一样 总有一个地方的冰是最薄的 老朋友 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 老朋友 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 好 谢谢你 博瑞斯 不用这么客气 老朋友 队长 官队恢复正常了 眼睛也开始启动了 队长 看地小松队 赶得漂亮 好了 现在既然大家都有空了 谁想和我一起在冰水里游个泳 我得赶紧去打扫一下发射台 不用了 谢谢 我得去擦擦我的小望远镜 对了 我得去打扫一下实验室 对 实验室 随便你们 这才是生活 我身它是我的小米 我离开咖喱关 我离开咖喱关 你这海洋 在当你跑进我和你 你还要注意一万记得小鱼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下车是真的 我得到 我会不会 我会忘了 我会忘了 我会忘了